今天您不能不知道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我国在今天公布新增2.4万例的本土个案 疫情趋势持续下降 而指挥中心也透露了口罩令将要松绑 初步方向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到户外可以免戴口罩 但是大型演唱会等场合得另外规定 最快可能在11月份上路 而趁于第二阶段正面表列必带场所 像是音乐 大众交通工具等等 最后一个阶段则是不再强制戴口罩 只会建议佩戴 另外快筛试剂也将会扩大免费发放给两大族群 沿你由地方社会去发放 指挥中心将把口罩令分成三阶段松绑 第一阶段的大方向是在户外可免戴口罩 但是到了室内就得戴上 但如果是办在户外的大型活动 像是演唱会 选举造势等可能会另外规定 而第一阶段松绑最快11月就会上路 到了第二阶段将改成正面表列必带口罩的场所 例如医院 密闭的大众交通工具等 最后一步就是把强制戴口罩改为建议正式解除口罩令 可能要等到今年冬天结束之后才来做这个解禁 会是比较好的 口罩令何时能彻底解禁 还得观察疫情发展 而9号公布新增2.4万例本土个案又比上周三减少 降温趋势稳定 医师审政难预估最快11月21号单日新增确诊数 可能首次出现跌破万例 医师江冠宇则分析 疫情可能在12月天气转冷时再度发生 这不然不会像之前BA.5或甚至上一波BA.2这么大了 至于首批莫德纳BA.4跟BA.5双价次世代疫苗 一共70.3万剂 到货后预计最快18号可以打 另外公费家用快筛试剂 也将扩大发放给两大族群 包含低收或中低收入户 以及6到12岁儿童 严谨由地方社会局发放 都有望再提高防疫转力 就这么不到